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神尊请喝茶 神尊 神尊 守炉 神尊 守炉 小仙今日可是威风得紧呢 神尊刚刚牵着我的手走出大殿 你可没看到 那一众女仙的脸色 眼睛都快瞪出来了 今日大殿上那么多事 你就只顾着看那些女神仙 树叶有专攻 大事盲 是神尊这样的大人物做的 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小仙 大事不能参与 那就只能自己找乐子了 你倒是机灵 神尊你忘了 我叫灵溪 机灵的灵 潮溪的溪 怎会不机灵啊 神尊 其实小仙一向都是这么机灵的 只不过过去神尊繁忙 我机灵的又不够明显 所以才没有察觉到 神尊 你说是不是 还有 我也是到了天宫才知道 原来这天宫的神位 竟然这么抢手啊 除了 除了 除了侧神 还有 窦神 窑神 穷神 床神 温神 穷神分为 上穷神和下穷神 床神分为 床宫 床母 那温神就更厉害了 分为春夏秋冬 四方温神 还有中间总管的中温神 你怎么什么神位都有人抢啊 你怎么会有的 你怎么看 你怎么看 以后 我把你做了 你怎么看 怀弊弃罪 神尊你位高权重 被人忌惮 也是寻常 你是在安慰本尊吗 不是 我是 我是在安慰我自己 神尊被人污蔑 我气都快气死了 只可惜 我只是一个小仙 地位低 法力又弱 不然我一定要 打爆天雷那老头 踹遍原家那老太太 方可歇为心头之恨 神尊你笑了 我第一次看你笑 你下去吧 神尊不用灵溪陪你聊天吗 那灵溪先走了 你会把火大便 我看见你 有什么好齐 你俩的灵溪 我在想说你 我呢 你看有什么 我还没听见你 rebird 你别人 我还能怎么这么说 可惜我未奔颜卿 可惜我已是女儿身 可惜我法力低位 灵溪 你编什么呢 长生节 你这哪儿是长生节啊 这也太丑了 我只看过 我没有编过 你会啊 当然会啊 那你教我 好呀 你看啊 要先这样 然后这样 看好了 这样 这样 对了 你编这个干什么 送人 灵溪 有心上人了 你别瞎说 还说没有 你看你脸红的 我那是热的 好 好 你怎么变这么好啊 你以前是做什么的 你在哪个族 是神是仙 还是什么灵兽啊 我是人 人 对啊 凡人 我是自己休息才来的天宫的 那你在凡间的时候是做什么呢 我生在宫里 宫 皇宫 皇宫 你是公主啊 不是 听他们说 我是侍卫和宫女司通生下来的 皇后没有要了我的命 觉得我可怜 我就在宫里活了下来 这皇宫这么好 你为何要到天上来啊 皇宫哪里好了 终日要伺候别人 还得看别人的眼色行事 我才不要过那样的日子呢 好在 后来我遇见了我师父 我师父 他是世界上最好的人 他教我修习 传我仙法 于是 我就抛弃了一切凡尘俗事的牵绊 来到灵山中修炼 然后又过去了三千年 我终于从地仙修成了天仙 这才来了咱们天宫 来了咱们福音殿呢 然后啊 然后继续伺候人 花燕 你看看你 你没日没夜地休息了这么多年 不就是从一个宫殿 修到了另一个宫殿 从伺候凡人 修到了伺候仙人 你以前在凡间边长生节 现在在天上边长生节 又有何不同啊 你们凡人真是爱折腾 你们凡人真是爱折腾 当然不同了 以前我只有不到百年的寿命 但是现在 我可以活上千年万年 然后我就可以千年万年的 伺候人 这么快就编好了 谢谢你 我走了 嗯 啊 嗯